哎呀老婆子 你儿子都老得快发霉了都没人要 难道你想他一辈子做个咸鱼也喝的老光棍吗 你不想抱孙子了吗 想啊 做梦都想抱孙子 那皇上就按你说的办吧 奇怪 这二老女具我记得嘀咕什么呢 肯定没好事 月儿啊 东海龙王 有个女儿还未出嫁 朕就给你做主了爸和你嫁过去 不是 父皇 我堂堂七尺男儿 你让我去做上门女婿 我可不敢 我不嫁 不是 我不娶 是个啥不可嫁 哼 这可由不得你 你不把媳妇取到手 我要回来了 儿啊 早点把媳妇取到手 早早回家 父皇母后 你们不愧是夫妻 一个鼻孔出气 老天爷 我眼如鱼高大微猛 玉树林峰风流涕的 不能让我娶那个吊塞蛮痕的小龙女吗 我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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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可真狠心啊 这一脚 差点跟我拽废了都 啊 啊 我的亲女安慰 这这这 真是啥情况啊 啊 好像是被我掉下来 砸晕了 殿下 您让庆祝我好找啊 庆祝 你小子怎么演 难道也被我父皇踢出来了 不是的殿下 皇上要我给您做伴 再说小的跟您习惯了 舍不得和您分开 咦 去去去 少肉麻细细的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哎 殿下 那这个人该怎么办啊 嗯 先救下他再说吧 是 殿下 别说 这男的还挺俊美的 鼻子是鼻子 嘴是嘴的 我在干嘛 我可是男人啊 怎么能觉得男人长得好看呢 太可怕了 太危险了 这是在哪儿 你是谁 你放开我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兄太抱歉 我是本能法兵 伤到兄太莫阳警官 我操 要不是答应我父皇在外面不能用法力 本太子早就让你这个龟孙儿银恨西北了 兄太 十分抱歉 在下鲁莽 让兄太受惊了 取手之劳而言 我还有要事在身 就先告辞了 敢问兄太贵姓 家主后 我是当朝九王爷 也是皇上的皇叔 我叫莫锦爷 兄太救了国 本王定重金感谢 感谢就不用了 就算是其他人 我也会去救的 再说了 本公子还想多活几年呢 兄太心上豪爽 本王很是心上 可否随本王回府上小住几日 让本王好好款待救命恩人 皇叔人给祭拜年 哼 本太子没空给你好着 我们主仆二人是来寻人的 不能再耽误行程了 就此别过吧 我们有缘再见 我的娘 累死本太子了 太子 我们还要走多久 累死我了 青竹 你别唠唠叨叨的 我们到处走一走 看一看吧 好哎 又能跟着主人吃喝玩乐了 这些废物都是干什么吃的 连个人都找不到 灰王爷 我们又回去找过 但始终没有找到 怎么可能 难道是他骗了他吗 去 去把云爵大使请来 是 王爷 哼 我一定找到你 严如玥啊严如玥 你还笑我千年老光光 你个万年老编 这回也被逼亲啊 你找媳妇的名场面 我可不能错过了啊 来了啊 不是谁在骂我吗 不是谁在骂我吗 殿下 前面的一个城镇了 我们歇歇吃着东西吧 也好 你不说 是有点肚子饿了 走吧 我们去吃点东西 还有 在外面要接我少爷 我可不想结外圣枝 是 少爷 嗯 嗯 嗯 味道不错 嗯 嘿嘿 二位客官 一共五两银子 什么银子 是啊少爷 在人间吃饭要给银子的 不闪不上走 那 那你有带银子吗 是少爷 我来的时候忘记带了 你说你 我该怎么说你好啊 哎哎哎哎 那个小哥 今日我和我弟弟出门没带银子 我家就住在附近 我回去拿了给你啊 哎哎哎哎 客官 请看这边 有显明小本经营 盖部舍长 哼 怎么 还想吃霸王餐不成 来人呐 这两位 想在店里吃霸王餐 给我好好教训一下 要不是父皇幽灵 不允许我乱用法术 早该给你们好看了 哎哎哎哎 别啊小哥 你看这样如何 我和我弟弟啊 给你洗一天碗 抵消了今日的饭钱 如何 那你等等 我去跟我们老板说下 你别动啊 你要是动的话 我的拳脚无眼啊 那是那是 我保证绝对不动 就算拉屎放屁 我也不动 殿下 你也太掉份了 好歹你也是太死了 为何这么 这么卑微啊 你动个屁 这叫布局小结 大丈夫能屈能伸 哼 要不是我答应我父皇 不能乱用法力 这些小下面 连我塞牙缝都不够 我们老板说了 你要在我们店里 盖一个月的火 熬吃包粥 那不错 熬吃包粥呢 行没问题 太子 你怎么能答应他们的 我们来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又不能用法术 现在是住下来再说 你就作吧 要是被皇上知道了 非剥了您的皮不可 你也少废话了 我是主子 听我的 是是是我的太子爷 您是主子 您说了算啊 云爵大师 请坐 上场 是 王爷 今日特请大师前来 是有件事需要您的帮忙 王爷言中了 有需要在下 请尽管吩咐 哦 是这样的 前段时日 本王被一位兄台所救 但是恩人留下这块玉佩酒离开了 本王想重金感谢 可是一直寻不到恩人 真是踏破铁鞋 无名处 莫爵 您这只臭鸡 看不过这 王爷 其实你跟他 还有一段音乐 大师为何这样说 他为什么会那么疼 你乃是天界战神 跟蛇族太子纠缠不清 被天地贬下凡间 成了王爷 简安 这次不会再让他 哎呦 少爷啊 我们干嘛要做这些啊 好歹您是太子 一来伸手翻来张口 哪里要做这些下人的活啊 那种日子 本太子可不想再过了 那跟废人有什么两样 堂堂孔雀国的太子 竟然在人间扫地啊 谁 是谁在接本太子的短 给本太子滚出来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哈 原来是木燕你小子 干嘛 你是来看本太子的笑话吗 哼 兔崽子 你要还是我的好友 就赶紧给本太子吧 张集了 我早就给你结账了 哎 咱们走 啊 你真结了 你真是我的好基友 哎 哎呦 月 你给我下来 嗯 我不 你 咋不下来 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啊 哎 好嘛 好嘛 我下来嘛 哎 木燕 你这次过来 是特意来找我的吗 咳 咳 咳 严如月 我这次呢 过来是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那里有个神术 只要诚心许愿啊 就能不能实现约束 真的吗 好兄弟 果然有好事都想着我 那我们赶紧走吧 啊 太子 这就走了 如今有我的好兄弟来了 当然是要跟我的好兄弟一起走了 啊 好 好 哎 哎 太子爷 等等小的 哎呀 父皇 你就让儿臣去找玉哥哥嘛 哎 女儿啊 你女孩子家家的 怎么去找男孩成何体统啊 哼 我不嘛 孔雀国的皇帝伯伯的答应我和玉哥哥的婚事了 玉哥哥如今是我的未婚夫了 我知道我的未婚夫有什么不行的 父皇你就是个老骨头 哼 你不让我去 我就不理你了 好好好 我的小祖宗哎 父皇怕了你了 你去可以 但是带上夜灵塔可以保护你 好吧 夜灵 我们走吧 是 公主殿下 哈哈哈哈 终于送走了这个小魔女了 真可以安静几日咯 哎 我说木燕 你说的那棵神树真的有那么灵吗 嗯 真的 你怎么知道 你许过月吗 是啊 我许过了 喂 好兄弟 你许的是什么月啊 可以告诉我吗 嗯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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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不可以 阿玉 你把我当兄弟 可是我却不想做你的兄弟 你们是谁 为何挡住我们去路 哎呀呀 你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 锦安 我终于找了 锦安 谁叫锦安 莫名其妙 请问有何事 嘿 你个魔王吧 你干嘛困住我们 给我本王带死 是 王爷 不是 我是 你这个万恩负义的白眼狼 当初我就不该同情心犯来救你 锦安 你可住嘴吧你 我不是什么锦安 我是你大爷 快放了我 不然有的你受的 你是我的锦安 爹 你 你到底想怎样 锦安 我找了你几万年了 呃 你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我不是什么锦安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真的 你认错人了 我怎么会弄错 我已经恢复记忆了 喂 你赶紧放了我朋友 喂 你要干嘛 本太子可是男子 男子 你 你别靠那么近啊 喂 莫锦艳啊莫锦艳 你这是在干嘛 锦安现在失去了记忆不记得 我给你讲个故事 你想听吗 呃 啊 什么 曾经我有个深爱的人 我原本打算当他是一辈子的弟弟 大胆妖孽 你们凶残至极残害生灵 我天剑 今日就要灭了你们妖族 维护苍生 灭上神 我妖族一直以来恪守本分 也如你口中所说的残害生灵滥杀无补 残害生灵之影 非我灵蛇族人所为 哼 你为了逃脱责任颠倒是非 我本战神 今日就要替天行道 为了逃脱责任 为何 父王 父王 你不要死 不要丢下金安 你不要死 不要丢下金安 金安不能没有父王 金安 为父怕是不能再照顾你了 灵业上神 我有个请求 您说 我儿子金安上校 请神君网开一面 放过我儿 来生我定当做牛做马 报答你 好 我答应你 金安 父王好舍不得你 可是 父王大陷将至 我将你 托付给灵业上神 让他好好照顾你 金安除了父王 没有任何事 不要丢下金安 父王 金安一起走 不要说胡话 我希望金安 一生平安喜乐 无忧无虑的生活 下 局 父王 父王 不要 父王 父王 是不是我真的误会了他 你 是你 是你杀了我父王 我要杀了你 为我的父王报仇 喂 那个战神也太可恶了 简直乌龟王八超狗屎 那个少年可真是可怜 那么小就没了亲人 那后来呢 我不说了 除非你亲我一下 你这个人可真够厚言无耻的啊 不说就不说 本太子还不想听了呢 真的 亲一下本王就把故事讲完 忽然就作罢了 言如玉啊言如玉 好奇心害死猫啊 好想听完啊 那个这里应该没有别人吧 你说的心里就把故事说完哦 我 本太子的节奏 看不出来吗 还挺关心他们的 快说啊 别废话了 本太子最喜欢听故事了 好好好 依你 杀人凶手 我不要给你回天津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总有一日 我燕锦安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本君既然答应了你父王 定会信守承诺 我会照顾你 我会把你当成亲弟弟的王 谁要做你弟弟啊 你不配 我不要你这个杀了我父王的人做我的哥哥 你嫌恶心 严谨 你还想 本神军又当你不懂事 不与你心想 以后这里就是你家了 你可以随意出入 但是不得离开仓权殿 臭狗狮王八蛋 你最好放我离开 不然总有一日 我一定会审认你为我的父王报仇 你好好休息 我改日再来看你 想不到叱咤凤银的天际战神 居然被一个小屁孩唱骂得不能欢嘴 笑死奔态自我 那个战神 你太虚了吧 亲人敢嘲笑我 看吧 你干什么啊你 我笑的又不是你 不是 难道你 你就是那个天际战神 你说呢 不对啊 如果你是战神 那干嘛当凡家来当王爷啊 不对 你 你 你刚才干嘛亲我 喜欢就亲我 你不要太过分了 本来自可是男子 这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啊 喂 那个 那个谁啊 你捆着我干嘛 快点放开我 我不捆着你 你这只小兔子不就跑了吗 我还要带着你回猎妖族交差你 啊 你是猎妖师 我又没做伤双害理的事 你抓我干嘛呀 喂 喂喂 说话呀 该死 不理本大爷 本本大爷逃出去 有你好看的 喂 我说 何事放了我 我还有药是要办呢 你有何事 哼 我为何要告诉你 我跟你很熟吗 刚才不是亲都亲过了 还不说 哎 你 赶紧放了我们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你要怎么不客气 嗯 哼 雪儿 留下来好了 我会疼你 但你好的 不是 大哥 我跟你说过了 我是男子 男子 我以后要娶妻生子的 我不好龙羊的 好吗 哼 你想娶妻生子 休想 喂 你是打算囚禁我吗 我是男子 男子 如果我说你就是燕景安 你信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说我是那个蛇族小太子 燕景安 战神带回来的弟弟 嗯 不是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再说 再说我只对女人感兴趣 你不要迷恋哥 虽然哥只是个传说 燕景安 你是我的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喂 你不要过来 我 啊 你是不是 把我的灵运疯了 你快给我解开 你快给我 放开 想不到我堂堂七尺男儿 既然 既然被 我不活了 我 这以后 我要怎么娶娶生子 母亲也 我非帮了你的皮肤壳 王爷 燕公子他 他怎么了 燕公子 他把王爷珍藏 多年的名画 给烧了 让他烧了 随他 王爷 燕公子把你从西域带来的 千年翡翠目的 都给砸了 让他砸 王爷 燕公子他 他又怎么了 燕公子 他把您多年酿的桃花酿 全给盗了 难道是我做过头了 没管住自己 王爷 你真的要恢复他的记忆吗 你可要考虑后果 你毕竟是他前世的杀父仇人 恢复记忆后 必定会杀了你 这是前世仲下的阴 本王应当要去面对的 这是我炼制专制妖魔的玄灵珠 可以封住妖兽的灵 还有还魂丹 有起死会生的功效 可保余命 多谢大师 这是本王的一片心意 请小娜 喂 我一直不明白为何要抓我 我一向安分守己为人坦大 难道 难道我杀了你族人 抢了你的族人 还是绝了你族人的坟啊 喂你抓了我 我家玉儿怎么办啊 你不能分开我们啊 今后颜公子归王爷管了 你归我了 喂 凭什么我家玉儿归王爷 我归你啊 你是我的谁啊 快放开我 不然让你好看 你给我闭嘴 再叨叨 给你嘴赌手 哼 王爷 何事 外面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 那女的说 她是颜公子的未婚妻 请他们进来 是 王爷 喂 莫爷呢 怎么不见他 哦 那个莫爷呢 他 他跟云爵走了 我才不会相信你的鬼话呢 莫爷不会不跟我说上去走了的 只要长在他的身上 他要去哪我能拦得住他吗 真是可笑之情 你 离开 放我离开 除了王府你哪都不能去 你凭什么关着我囚禁我 你无耻 不要脸 玉哥哥 舒瑶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姚儿 你可要救救你 玉哥哥 这个变态封住我的灵力 还想囚禁我给他当奴隶 做牛做马 太可恶了 喂 你是谁啊 为何囚禁我家玉哥哥 玉儿 过了 不要比我发火 我不 帮我走 玉哥哥是本公主的未婚夫 这次我是要跟玉哥哥完婚的 啥 舒瑶 你跟女王也不精致点 玉儿 不要再让本王说一次 够了 我为什么要过来 我不 舒瑶 我们走 走 玉哥哥 玉儿 你已经是我的人 哪都不能去 只能跟我待在一起 啥 不是 玉哥哥 你们 你们 莫锦艺 你够了 我们月印 你是不是想逼我 我的玉哥哥 没了 不要难过 枪玉哥 我们还是放弃吧 我的玉哥哥 怎么 怎么成了人家的了 不对啊 玉哥哥 我很好奇 你是在 想了解一下 我去 舒瑶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关心这个 喂 玉玲 快点救我 我不想 对不起 太子殿下 属下只能保公主的安全 您 卑职无能为力 好 你个幼灵 你只管你们家公主是吧 你家公主的驸马 你都不管了吗 都给本王住嘴 你们倒本王不存在什么 你 赶紧带你家公主离开 那 那 那王爷 我们这就走啊 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 叶灵 我们走 唉 本公主 要向我的爱情落哀了 舒瑶 你 你妾子不就没人性 我和你绝交 绝交就绝交 我的爱情都没有了 还有屁的友情啊 拜拜了您呢 喂 舒瑶 舒瑶 你想离开 你 你要干嘛 我警告你 你不要过来啊 不然我要 你要如何 宝贝 你的那里还到 我忘了想 喂 你让我在发生 你让我远些 绝了 你就这么多久 时时的 你会在更新的路上 你去吧 喂 停下 我 对不起 王爷 你真的要恢复他的记忆吗 你可要考虑后果 你毕竟是他前世的杀父仇人 恢复记忆后必定会杀了你 徐亚 只要不离开我 你怎么对我都可以 不要杀我父皇 不要 不要 徐亚 徐亚 醒醒 不要 不要杀我父皇 不要 不要 徐亚 我要杀了你 徐亚 住口 不要这样叫我 我先恶心 徐亚 你听我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知道不跟你说明真相 你永远都会背负着仇恨过渡一生 什么真相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父皇 我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会为一宝 沉灭了魔兽一族 这已经灵蛇一族 杀羊光荡 徐亚 徐亚 叫我干嘛 我告诉你 虽然父皇是刺青了断 但毕竟是死在你的剑下 我还是对你心有芥蒂 现在要我原谅你 我做不到 徐亚 我愿意的 等你原谅我的那一天 那 那个 我的灵力 能给我恢复吗 哦 哦 好的 我这就给你恢复了 我这是干嘛呀 怎么说话都不理解 我想当当的天界战神呢 你一个人设断力不好 我陪你去 不要以为你帮了我 我就会原谅你 不得猖狂 灵夜战神请赎罪 这是我跟灵蛇妖族的恩怨 希望 您不要插手以后 不然磕着伤着就不好了 阿叶 不用跟他废话 直接灭了他 阿叶 你叫我什么 再叫一声 阿叶你烦不烦啊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首先 给我把这个玩意儿灭了再说 喂 你们少在那里不信了 谁有猖狂 今天我就要灭了你 两位大爷 两位祖宗 饶了小的吧 小的错了 今后再也不为非作歹了 我要你死 为我父王报仇 朕朕爷爷 你要给我说个情吧 阿叶 你找死 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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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阿叶 阿叶 阿叶你不许死 你听见没有 我们还要生生世世的在一起 我不准你死 殿下 这 这是怎么了 别废话 走开 是 殿下 祖宗 不要啊 您再给战神施法疗伤 您会损耗大量元气 不管如何 我也要救他 月儿 你 你怎么样了 我 不爱 休息一下 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月儿 月儿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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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也不值得照顾 我才能好得这么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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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屁,你还好意思说,不要理 媳妇,我对自己媳妇起色心怎么办 你再说,我不理你了,你自己去吃吧 媳妇别走啊 哎呀,月儿啊,我的儿啊,你都到哪里去了 父皇,我找你找得好苦啊,我还以为你 啊,父皇,我没事,你放心吧 那个父皇,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儿啊,何事啊 父皇,我,我已经恢复记忆了 啊,月儿,你,你都知道了 儿啊,虽然你不是我们亲生的 但是我们一直视你为己出,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的 父皇,母后,月儿感谢你们的再生之恩 月儿下辈子,下下辈子,还做你们的孩子 那,那个,父皇,母后,我到时候会带一个人回来 哎呀呢,我的好儿子,你是要带儿媳妇回来了吗 父皇,母后,我带的不是媳妇 月儿啊,你赶紧带人家回来啊,我们好给你操办操办 月儿啊,你赶紧带人家回来啊,我们好给你操办操办 哎,父皇,母后,你们听我说完啊,哎,哎,父皇,母后 哎 怎么了,说没有口脸啊,有什么为难的事吗 我父皇,母后要我回家,还要带着他们儿媳妇回去 哎呀,我们回去 可是,可是 可是,可是什么呀 可是他们以为你是女的,他们还想抱孙子呢 没事,交给我,嗯 哎,阿姨,你是何时开始喜欢我的 刚开始我是打算是你被弟弟一辈子照顾我的 可是多年后一天,那时的你已经长大 长相俊美多人 谁 秦安,我来给你送吃的 你放下吧,没什么事,就先出去吧 人夜,你还不出去吗 哦,哦,好,我这就走啊 呃,你慢慢写 你这是干嘛呀 他可是你们弟弟呀 你怎么能有这个心思 哦 哦,哼,原来你那么早就暗恋我了 嗯 鱼儿,那时你就深深苦在我心里 父皇,父皇,母后 这,这,鱼儿,这,这位是 那个,那个,父皇,你听我说啊 小学末景夜,拜见父皇母后 哦,阿姨,这,这个,怎么回事啊 你不要告诉朕,朕的儿子,不会是他吧 是啊,父皇 啊,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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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朕的孙子没有了 啊,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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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父皇,小学乃是天界的战神 月儿在天界本就是我的媳妇 只因一些俗事离家出走了 啊,你,你是天界战神 啊,大神啊,失敬失敬 啊,父皇言中了 天界有种神奇的生子要不久 哎,阿姨 你是怎么说服我父皇母后的 想知道吗 嗯 月儿 告诉你 我有什么好处 嗯 又想干嘛 哎呀,月儿 想 想 喂喂,我的大哥啊 我们都走了几个月了 要走到何时啊 那个,我们好像是迷路了 啊,什么 你路痴加白痴 何就我们这几个月在这里绕圈呢 哎呦,藏天了 谁来救救我这个可爱的小兔兔啊 你会不会发现 无限离你太远 你在身边有一种感情的甜 你没太多意义 宝贝女儿 这些可都是尖挑戏血 出来的 身材好又会疼人 家事也好 宝贝女儿 有没有看上的 这个 太妖艳 这个太娘了 这个太凶了 哎呀,这个太壮了 哎呀,女儿 你是在选夫婿 还是在招病买马呀 不玩啊 女儿不要这些 不要啊 不要啊 的晴天 那一批的白血 夹杂斜球的额叶 是昨晚 整夜无眠的 绿绿思念 期待每次碰面 总想触碰你之间 怎么办 成为人终于是看你一眼 你会不会发觉 我心的思念 就想把你刻在了 我的眼 江洞上的戎